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王伯环医师 在开完人工膝关节手术后 通常伤口周围会出现红热肿痛的情形 于是有些病友就会询问我们 可不可以擦药膏 或者是贴冲药贴布来缓解 这边先与大家说明 这些行为都是不可以的 至于为什么不行 正确应该如何怎么做 接下来就由我来跟各位详细的介绍 在进行能工膝关节手术后 如果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 都是严禁涂抹任何跌打损伤的药膏 或是贴布的 因为这些药材都有可能导致伤口感染 如果进一步往深层的关节处传播 就可能造成能工关节感染 如果真的发生感染 就会需要进行烫生素治疗 或是青创手术 会是相当辛苦的过程 同时也会影响到能工关节的使用寿命 所以请大家切记 不要自行使用任何药膏或是贴布 在接受人工心关节手术后 基本上红热肿痛的症状会持续三个月左右 会随着时间状况必定越来越轻微 所以请大家不需要担心 而当伤口肿胀不适时 正确的方式是冰敷 建议病友们先确认伤口干燥无剩意 就可以进行每次5到10分钟的拼敷 将可以有效缓解不适感 而部分病友也会询问 是否能够进行推拿 或者是针灸 基本上也是可以的 只是要记得跟你的中医师说 你拗中人工膝关节 针灸的位置需要避开膝盖周围 总结而言 手术后是严禁自行使用任何药膏或贴布等 否则将可能造成伤口感染 严重还可能引发生成的人工关节感染 而正确的舒缓方式是透过冰敷 只要确认伤口干燥无剩意 就可以进行每次5到10分钟的冰敷 我是台北龙总关节重建科 王博涵医师 祝您健康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